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的第二段啰 好 那第二段的话呢 一开头就是老师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啦 就是因为你是要讲说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变革 好 那结果就变成 the government 这个有时候还蛮有趣的呢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谈论某些事情的时候 好像很习惯就说政府要干嘛干嘛 政府要干嘛干嘛 好 但是这个当然什么事情归政府管要做 或者是什么事情是你要去努力的 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讨论 不过这边呢文章里面是要你说你要做什么 所以不要蹦一声就跳到 the government 要不然的话你至少也跟 你至少也在前面 比如说你要讲说 你要组织一个这个监督的团体 对于环境保护各项的政策监督的团体 来监督政府说相关的机关的话 他们有些没有做到的事情 比如说对于空气品质的监测啦 什么什么东西的啊 那个东西的确是有时候呢 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每个点都去看到 那的确是你可以这样子来讲 但是你不能够一下在第二段就 蹦跳到 the government 这样子的话呢好像跟 应该是说跟这个主题就扯远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老师希望你要改一下 要不然的话跟主题差太远了喔 先说呢 Can take an 再来的话 take the initiative OK 采取主动 to improve 这边的话我觉得同学常常会错用这个 improve这个字 你怎么样去improve the air pollution 这个因为通常improve的话呢 是指把一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好 那你怎么样把空气污染变得越来越好呢 这个逻辑有点问题 所以呢你可以讲说 lessen the air pollution 或者是improve the air quality 有没有 你可以用improve但是你说the air quality 但是你如果是减低这个空气污染 应该是lessen the air pollution 那我想这个再接下来to begin with 这个应该是打错字吧 应该是多打的 to begin with they they expand 这边的话呢好像有点这个 是不太习惯还是怎么样 主动词来用一下 因为你如果说 they expand 表示这个是一个常态在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是所谓的现在简单事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常态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呢你可以讲说 they should 或者是they have to OK 或者是they can 如果你不太确定你可以说 they can expand the MRT OK 或者是they expand the area OK covered by the MRT routes OK 因为expand the MRT 这边是有一点 笼统 什么叫做expand the MRT 是指说车站变大 车厢变多还是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说是expand the area covered by the MRT routes 对不对 OK 好 那 那这边的话 the routes 应该是复数 因为一台公车 一线公车它有一个路线 那你有很多公车应该有很多路线 OK the routes of the buses 好那这边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你这个expand 照顾两个寿司 the MRT 还有呢公车的路线 对不对 但是expand MRT 的范围这个没有 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你怎么样去expand the routes 呃 这边好像有点怪怪的 所以老师会建议你说 这边你还是再加一个动词 把你要讲的意思讲清楚 比如说你是增加勒 是increase勒 还是说你怎么样去改变呢 OK 或者是你说延长 对不对 这个都可以 OK 那要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expand 好像滚 滚太宽了 想一下 so many people can 好那这边的话呢 好像刚刚才那个第一段 那个收戴两个你可以交换一下 因为这边的话才是你的一个手段 然后后面是路地 所以这边的话那个斗点可以去掉 然后你可以说so that ok 增加路线 或者是呢这个改善路线 然后还有呢 嗯 让这个 你的那个捷运到的地方可以比较多一点 然后这个是你的手段 为了是要怎么样 后面这个东西嘛 所以这边才是手段跟目的 所以我们用so that many people can have 嗯 好这个呢 要常常把它念出来 所以是an alternative to 好这边出现了一个用法上面 因为alternative to 这个to是介细词的to 后面应该是要加名词或者是动名词 ok 好所以这边的话呢 嗯 alternative to 那你这边的话 alternative to to后面的话应该是指说被替代的东西 好 所以这边的话你说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好像不太对 好 应该是指说譬如说 private transportation 对不对 或者是taxis and cars 点点点 是针对这种所谓的计程车跟自用车之外 他们有an alternative 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也就是说 如果当你讲 this is an alternative to be 好那表示也就是说 你有别的方法除了be之外 这个alternative的话呢 是be之外的方法 是针对be而提出来的另外一个选择 是这样子的意思 ok what's more they restrict 嗯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的话 你不要只有用restrict 你不要说they have to 或者是they should restrict the number of scooters and cars 这边可以不要the scooters 就是the scooters and cars in certain就好了 没有我们不会说the certain ok 因为当你用certain的话 你本来就是没有限定 ok 那你在加的的话 这样意思就冲突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city last but not least we must not use the poor gas 这边我不太了解 什么叫做poor gas 因为你又说 而且这边意思有点怪怪 你说we must not 不可以 ok 但是呢 这边你又说the poor gas 或者是gas 是可以怎么样 lessen the toxic exhaust emit it 那如果他是可以 减少这种有害有毒的这种 废气的排出的话 那为什么不能用呢 所以这句话可能 你要再想一下 可以看到你是要表达什么 要不然的话我这样真的有点看不太懂 i hope that these changes can be made and that Taipei can be a cleaner greener and a healthier city 后面这个结论的话呢 倒是还不错 因为这个是你希望看到的改变 那你这个that也很厉害喔 既然没有忘记这边呢 另外一个句子 另外一个子句 就要有一个that 这个地方 很好 ok 那不过就是说呢 这些changes can be made 应该是你要去造成这些changes 这样 所以呢 前面这个government 要把它改下 那所以你可能 整个这个段落的一个结构 因为牵涉到说是你自己要做的改变 你自己要带来的改变 所以这个呢 你可能还要再思考一下 好 那其实194个字呢 其实也不算太短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你真的要想要把你想讲的东西讲清楚 其实194个字其实也 也还蛮有限的 ok 好 不过呢 在这个指考 或者是学策有限的时间之内的话 能够 在这样两段里面 把话讲清楚 其实就不容易了 ok 好 那有些结构上面 或者是观念上面的都是在调整一下 我相信你一定会写得更好的 ok 好 所以我们这篇作文的一个结束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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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